本周三上证指数在盘中已经再次创出两年多以来的新低,成交量也萎缩至熔断底以来的新低,这次成交量实际上是创出了至5178点下跌以来的新低, 毕竟熔断当日只有半个交易日的成交量,截止周五收盘,创业版指数也再次创出新低,还是我一再提示的,成交量没有放大到1.618倍以上,都没有主流资金的攻击信号,需要继续等待,做,这公众,云阳股市资讯IPO不暂停,大盘每次都是法谈,这句话我已经说过几个月了,目前市场本来就很弱,缺少活水, 监管层却还在核发IPO,一点没有顾及投资者的利益,就在本周刚拿到IPO批文的麦瑞医疗发布了招股一项书,你公开发行1.2亿6亿股新股,募集资金57.5亿元,意味着麦瑞医疗有望超过您的时代,刷新创业版募资规模记录,上市之后市值会超千亿,而且别忘了主板还有个超级巨无霸, 中国人保已经通过审核,正在排队等待上市,如此弱势行情,还核发大规模的,IPO真是前所未有,自杠改牛5178点以来,市场经历了两种加速调整, 一是股市去杠杆下的三轮股灾,另一种则是2017年初白马股抱团之后出货,进入下半年,市场则进入2000一时间窗口,尽管现在还没有落地的阴跌局面,这也是股民最不喜欢的一时间换续空间的走势,相比之下,自2011年后加息潮与欧债危机下阴跌走势,成为市场主体最好的借鉴,自年初至今, 单边是持续的调整,留给国家队的时间不多了,数据统计,在上市公司半年报中,社保基金贡献身736指个股,其中二季度新进189股,登持155股,显而易见,自7月的震荡阴跌中,不少股票纷纷创出了新低,这也是四季度必将自求的过程,随着指数不断的新低,目前两市股价低于5元 达815指,低于10元则达2006指,流通市值低于30亿个股,高达1622指,若以30亿作为可估值来看,这些超跌低价股炒作,就如同次新品种一样,有资的少量资金即可让其疯狂,另一方面,目前两市破镜股数量,增至267指,占两市可交易股数量的8%, 低价,破镜,小市值,都将成为未来各路资金敢于自救的手段,从市场的格局看,3587的调整彻底瓦解了2017年各大机构抱团大消费百码节奏,9月将是三季度的结束,在年末最后一季度的排位之战前,当前也将是各大机构吊仓完毕时,对于吊仓,首先要考虑的是流动性问题, 这也是机构吊仓必须考量,所谓传大难吊头,从正,侧角度看,突出加大基建不短板,其中以西部大开发作为突破口,这也是长江经济带自上海,南京,武汉最后至重庆的终点所在,再者,中国加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,同时今年也是开放40周年,国资改革作为主导推动力,即将成为市场的中流砥柱, 尤其以军功改制表现突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《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》